第172集 问题是 林飞已经不是之前的林飞了 诸天万剑爵 修至命魂二姐 所需后天精金 自然水涨船高 像云文精金 和通幽神铁这种 已是有些不堪大用 林飞要的 至少也是 无品以上的后天精金 这就有点麻烦了 无品以上的后天精金 可以说是可遇而不可求 之前万月楼的拍卖会 号称包罗万象 但是其中最好的 也不过是一块 四品的后天精金而已 碰碰运气吧 林飞想了半天 也没想出什么办法 这里毕竟只是乌海 物产丰富是不假 但是终究天地规则有缺 最多只能容纳 金丹境界的力量 像无品后天精金 这样的高端资源 自然不常出现 最后 也只能把江黎叫来 让他放出高价购买的消息 至于买不买得到 那就只能看运气了 如果实在买不到 就只能想办法压制 朱天万简绝 争取拖到回归罗浮世界之后 再度水节 林飞的事情 江里很上心 第二天一早就出去了 一直到傍晚的时候才回来 一如林飞所料 无品后天精金什么的 一点头绪都没有 不过倒是带回来一个消息 听说这几天 不少修士 都是冲着那座小岛去了 江黎一连喝了四五次茶水 这才把海兽冲击望海城 海中有岛屿浮出的故事 给讲了个七七八八 难怪了 海兽冲击望海城 林飞倒是不怎么意外 前几天精神大震突然发威 中福建三大守护其出 整个望海城如临大敌 林飞就算用猜的 也能猜出来了 只是 这座突然冒出来的岛屿 倒是有些出乎林飞的意料之外 按说 三大门派在乌海经营千万年 怎么会不知道 在距离望海城不过千里的海中 还藏着这么一座岛屿的 更何况 用江黎的话来说 这座岛上机缘无数 特别是第一批上岛的数百修士 不少人都得了好处 甚至还有人得了一件 三十六条尽致圆满的阴阳水火罩 这样的一座岛居然没人发现 三大门派干什么吃的 想到这里 林飞不由有了几分兴趣 正打算让江黎出去 在打听打听的时候 却有人来了 来的是赵四海 江黎将赵四海请进范氏住建房 这位千山宗的真传弟子 也是不敢拖大 很客气地跟江黎道了一声谢 这才恭恭敬敬地 将一封信交到了林飞手上 林师兄 这是那位借玉之门碎片的卖家 托万岳楼交给你的 哦 林飞接过信稍稍一愣 之前 万岳楼曾经听那位 借玉之门碎片的卖家传话 约自己一个月之后 去乱石山一回 算算时间 好像还有半个月 不应该这个时候来送信才对啊 林飞想了想 还是将信拆开 信上的字不多 就是寥寥述行 林飞一眼扫过 先是脸色一变 跟着 眉头就皱了起来 不好意思 张师弟 失陪一下 稍一沉吟之后 林飞将信折起 慢慢放回口袋 然后冲着江黎点了点头 替我招呼一下赵师弟 从饭石住建房出来之后 林飞一路向着港口走去 花了大概半个时辰 到了望海城港口 此时 港口已经从海兽的冲击之下 恢复过来 之前一片狼藉的港口 又变得井井有条 古旧的泰旋中 高高挂在城头 斑驳的城墙上 满是岁月的痕迹 一切的一切 看上去都跟平日 没什么两样 唯一不同的 大概也就是 更加热闹了一点 成群结队的修士正在登船 他们的目标 都是那座神秘的岛屿 林飞站在城头 眺望远处孤岛 脑海当中浮现的 却是那封突如其来的信 那座岛上 有你我都想要的东西 林飞站在港口 远望海中孤岛 一眼望去 孤岛就好像一头 沉睡的巨兽 蛰伏在海面上一般 山巒起伏 层巒叠障 孤岛上空 雾气腾腾 道道灵光一闪即逝 只是 让人觉得有些诡异的事 这孤岛初看之时 似乎十分清晰 只是等你睁大眼睛 想要看清楚一点的时候 孤岛又好像 突然变得模糊起来 这 林飞顿时眉头一皱 这孤岛有些不简单呢 时远时近 看起来好像是 蛰伏在海面之上 可是 却又总给人一种 远在天边的感觉 这可不是开玩笑的 自己如今已经是 命魂二姐 一双眼睛 虽然远远谈不上 洞扯天地 但是曲曲障眼法什么的 肯定是瞒不过自己的 可是现在呢 居然看不清楚 这一座孤岛 这是何等的诡异啊 然而 就在林飞想要登上一艘船 将这孤岛 看得更清楚一些的时候 却突然感觉到 体内阴离剑幅突然一跳 明土 也是随之抖了一抖 嗯 林飞顿时眉头一皱 想起之前无穷鬼气 涌入明土 所造成的那一连串破坏 连忙找了个无人之处 一步踏入明土 林飞一进明土 就看见一轮暗红明月 当空高挂 诡异而又暗红的月光洒下 让整个明土显得阴森而又神秘 时忙与鬼明 在山川河流当中探出半个身子 大口吞吸着明土当中 无处不在的鬼气 雄星四剑化为赤白金青 四颗星辰 与争獰剑侠一起慢慢地消磨着化无非刀 山巒起伏 不见阵产 河流缠缠 不起波澜 林飞不由皱了皱眉头 一切并无异样 之前的震动 从何而来 然而就在这个时候 明土当中突然一道黑影窜出 赫然是那一道先天黑气 说来也是奇怪 这一道先天黑气 进入明土之后 一向驯服 之前甚至还帮助林飞 收服了鬼明 可是今天 却不知道怎么回事 突然变得不安分起来 林飞一进明土 就看见这一道先天黑气 左冲右突 像是想要从明土当中逃走一样 要知道 此间明土突然扩张十倍 可以说是千冲百孔 满目疮痍 先天黑气想要逃走的时候 真是拦到有点拦不住 跑什么跑 林飞摇了摇头 太乙剑气化作金桥 将先天黑气拦住 只是 今天真的是有些奇怪了 这太乙剑气 本就是先天黑气的克星 平时只要一见这太乙剑气 它都跟老鼠见了猫一样 可是今天 却不知道怎么回事 林飞太乙剑气都放出来了 那先天黑气 却只是往后一躲 就又到处游走 半点没有老实下来的意思 没办法 林飞只能将太乙剑气 化为混元剑阵 将那道先天黑气困住 任它左冲右突 都脱不出混元剑阵范围 今天什么情况 林飞摸了摸鼻子 今天这先天黑气 实在是有些不太正常 意识之间 不由有些奇怪 在那看了半天之后 突然愣了一下 莫非 是那孤岛 想到这里 林飞伸手将先天黑气 抓了过来 指了指那座孤岛的方向 既然如此 那我带你过去 说来也是奇怪 林飞这一句话出口之后 先天黑气果然安分了下来 等到林飞收回太乙剑气 先天黑气顿时往下一沉 再次落入冥土当中 果然 林飞摇头笑了笑 这才离开冥土 不过 上岛之前 还有一个地方要去 本集播讲完毕 如果喜欢本书 请关注喜悼公辞 订阅朱天记 喜马拉雅铁三角 用声音 让生活更精彩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栏目